再來看南橫 南橫要開通了 現在可以到寶萊 你說你去寶萊會頭暈 怎麼回事 南橫終於從2009年不通 一直到現在那麼多年了 終於在應該講 原定是4月6號會通 那通了以後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西部的人 你可以一路一直車玩樂 到東部 東部它這邊全程是 將近快150公里的山路 可是它風景非常非常漂亮 如果你跟我講說 北中南三條橫框公路的話 我跟你講南橫是最漂亮的 南橫比較粗獷 對 然後還有它的地質特色 它可以從這個溪谷 然後一路一直上升上升 上升到海拔2800多公尺 快到2900公尺 牙口是到2900 快3000 所以有一種叫上窮必落下黃泉 你從山谷裡面一直騎 騎到那種 牙口那個地方最漂亮是雲海瀑布 因為中央山脈一邊西部冷 然後太平洋這邊熱 然後冷熱交會 你會看到那個雲海在流動 雲的瀑布超美的 那就在牙口 所以牙口很適合看雲 對 那這個行程的規劃 什麼時間比較適合看 對 傍晚還是清晨 沒有沒有沒有 中午就開始了 清晨是整個都是霧 可是到中午的時候 開始熱對流的關係 就大概三點以前你會看得到 好 那我現在講了 這條南橫也有兩個傳說 第一個就是那個天池的部分 天池的部分 其實他的傳說是這樣 天池 因為他外面是長青池 那這條是以前的這個 觀山越嶺古道 在日據時代就有了一條路 東西東部西部的人 用走路的方式 這一條古道 然後後來把它變成南橫 那在開鑿的過程中 就大概有這個老農民 就走了六十幾個 然後就為了紀念他們在那邊 那個地方就有一個靈氣在 那後面有個池叫做天池 那那個地方的海拔是 2200多公尺 因為地勢高 所以不要大家講天池 可是很多有感應的人來到這裡 就發現可以跟上帝 跟神仙有所接種 有心靈相棄的感覺 結果就跑去那邊修煉 修煉就有這些機桶 道士 去那邊 然後在燒金子做法 後來被這個領務局的明文規定 不可以在這邊做任何的宗教活動 所以他那個地方是有靈氣的 那邊就最有靈氣 還不讓人家做 不行 那個國家森林公園 一律不准有明火 那個太危險了 搞一個被你火燒山就完了 然後可是因為我剛才講了 就是他是後半段才開通的 所以天池 其實現在有點變質 你去看不會像其他的天池 那麼漂亮 那個什麼嘉明湖啊 那個是哇 整個天空倒映在裡面 是藍色的 他這裡沒有全部氧化 應該講綠藻在裡面變綠池 好 那第二個傳說 就是他地勢一直攀升 到了崖口的部分 海拔來到2700多 然後這個大觀山隧道 他全長650公尺 慧民你想一下 我剛才講就是說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我們去清淨啊 和觀山爬山你會很喘 第一個空氣稀薄 然後你可能體力已經花費很多了 一路一直上來嘛對不對 所以像以前救火團 在那邊雅口有個救火團 就會在那邊辦活動 就是這個南橫見走 那道裡面都會每每發生怪事 為什麼會發生怪事呢 傳說就是 到底是真的怪還是缺氧怪 我現在講解 他當時在炸這個隧道的時候啊 這個這個有 應該講說在炸隧道之前 都會有個管制的人員 然後就提醒大家 等一下要炸了 54321砰炸開對不對 結果這個管 就是負責控管的這個人 他養了一條狗 結果那天不知道為什麼狗咬他 他就出去追狗 然後呢七個工人就進來 可是這時候炸要居然在 因為挖隧道是兩邊挖 這邊這樣挖挖越來越近 那炸隧道的這個動作呢 負責監控的這個人 跑出去追狗了 結果隧道就炸 那七個工人正好進去 然後呢他有一個 當時有一個工法 就是說從上面灌這個快乾的水泥漿 利用炸藥引爆炸穿的同時呢 把這漿噴漿就可以鞏固他 然後他那個快速水泥就可以乾了 這是算是一種工法 結果一炸的時候那七個人 全部噴飛 七個人等於是活埋在那裡面 這個是真實的故事 那接下來的怪事就是說 因為山洞你知道都會滴滴答答會滴水 那他們帶這個漸行的這些年輕學生去走的時候 他們就有交代就是說 這些老的這些祥導啊 或是這個應該講說救國團的這些大哥大姐 就跟你們講 被水滴到的時候你不要抬頭往上看 因為為什麼你有時候可能會看到一張臉 然後呢 那是嚇學生的吧 南橫是我推薦的 就是真的最美的公路 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啊 雲加南然後走南橫到台東